人竟有点是曾经的超能力 可随着能让人失去超能力的病毒出现 害怕失去能力他找到了博士 因为当初博士的姐姐就是感染了香提病毒 而为了救活姐姐父母生下了拥有抗体的博士 但可惜没等博士出生 姐姐就离开了人世 于是博士的血液就成了香提病毒的克星 为了验证博士的血液是否有效 博士要救治能删除别人记忆的海地人 看着血液不断抹杀病毒 博士知道起效果了 可不料这时博士却说漏了嘴 告诉了海地人自己在位组织工作 结果博士就悲剧了 他被海地人删除了记忆 虽然海地人逃跑了 但是男人却反而很开心 因为海地人能删除博士的记忆 也就代表着博士的血液起作用了 可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博士策划的 原来他之所以加入组织 都是为了搞垮组织 早在男人邀请他时 他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克莱尔他爸眼镜男 并且刚才他用血液救活的海地人 正是眼镜男的好搭档 欢迎来到咖啡庄 我可以帮你